听故事,挺历史,这里是历史映像机,我是宁哥 汉中对于三国时期的蜀汉来讲,是极其重要的根据地 也是蜀汉能够三分天下的根本 在刘备夺取汉中前,谋士法政曾分析得到汉中的重要性 一,清父寇敌,增蒋王室 二,蚕食雍、粮,广拓净土 三,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 这就是著名的汉中三策 正是因为汉中如此重要 所以刘备拼了老命,也要拿下这块地盘 果不其然,正是因为有了汉中 哪怕后来丢了荆州,蜀汉依然可以三分天下 到了后期丢了汉中,也是导致蜀汉灭亡的主要原因 而那个把汉中丢掉的人,正是诸葛亮的真传弟子姜维 公元263年,为国大举进攻蜀汉 负责镇守汉中的姜维不到一个月,就丢失了汉中广大领土 同年蜀汉灭亡 受到演义的影响,姜维得到了诸葛亮的真传 能力应该不弱 可为什么守不住汉中呢? 仅从军事角度来考虑 姜维在防守汉中的策略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在说姜维的问题前,必先参考一下之前的汉中防守策略 提到蜀汉关于汉中的防守,离不开一个重要人物 就是魏延 公元219年,刘备在拿下汉中后自立汉中王 并将治所定在成都 但是汉中需要大将来镇守 当时很多人看好张飞 只有刘备、魏延是英雄,选择了魏延 刘备曾问魏延打算如何镇守汉中 魏延答道 曹操举天下之兵来,我为大王拒之 曹操太天师十万来,我为大王吞之 后半句可以当作魏延自信的一个表现 重点是前半句的后两个字,聚之 何谓聚之,就是把曹操阻挡在汉中之外 这便是魏延镇守汉中的策略 汉中对于属汉太重要了,不能轻易冒险 一旦汉中有丝毫膳食 成都没有丝毫防御可言 魏延不拿汉中来冒险 所以刘备才放心把汉中交给他 果然因为魏延采取在各个要塞 设重兵把守的策略 不仅魏延镇守的15年 公元219年到公元234年平安无事 后来在诸葛亮魏延死后 魏将曹爽大举进攻蜀汉 守将王平采取魏延时期的策略 还打退了敌军的进攻 纵观整个三国史 魏国很少主动进攻蜀汉 因为有汉中天谴几乎不可能成功 然而等到将为掌管蜀汉军国大事 放弃了过去的措手诸围 距地与外的救治 而是采取所谓联兵巨骨 兼臂青野的策略 可惜如此做法致使汉中蜀军守备不足 由于蜀军重点分布在汉中的汉 月两成 并且丢了阳平关 使得魏军植入汉中腹地 自此汉中大部分地区 成了魏军的跑马场 时刻能够威胁蜀汉 至此蜀汉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诸葛亮活着 你觉得他会不会被将为给气死呢